好像就覺得很難玩 好,又有來到我們黑子在ESO上的PK局的觀戰 這一次對戰組合是藍釣對上歐金 然後看到1點鐘方向的是藍釣 然後7點鐘方向紅色的是歐金,玩的是西班牙 然後日本剛剛已經打了一個春寶 也有打到不錯的一些肉寶,給大家看一下 像是歐金有打到,欸,撿了一些合理寶 那藍釣這邊是撿到70 然後又抓了一個一春跟50木 整體來說,目前的效益來看是 看起來是藍釣稍微多一點點 好,不過這邊我們的歐金也趕快的下了兩個交易戰 然後來看一下這一場要用西班牙來怎麼打日本 通常FF雙砲,極限FF之類的都是不錯的打法 都是不錯的打法 或者是殖民壓滯留 但通常要有經濟,所以要配合一下貿易戰 所以有時候會發高等交易戰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 我覺得阿 兩邊都發300目 上場真的是 這邊選擇,日本選擇的是鳥劇 這邊選的是鳥劇 那地圖一樣是我們的ESOC社群它改的這個大平原 整體來說 怎麼那麼快升10代阿,真的是不要臉 這個圖齁,它的肉會比較比一般標準的大平原均勻 那交易戰分布呢也比較合理 那我們看到這邊西班牙已經上了10代 然後排成排了一春,700已經還沒有到 然後兩邊目前都還是沒有軍事單位的阿 兩邊目前都還是沒有軍事單位的阿 那這邊選的升級是一塔兩百斤阿 所以這邊卡發700斤就可以直接上10代 感覺是一個極限FF的速推流阿 大概七分半就可以推出去了 那這邊藍吊選擇鳥劇開局 其實也有利於打快攻 那很快就可以成型了 這邊下一個市場 市場的位置倒是我比我想像的建築學好像 好像不太對 這個建築學 這是藍吊的建築學 這邊 可以供大家參考 通常是不會這樣蓋 可能會蓋在這裡吧 或是蓋在這裡 大家選擇蓋在裡面 有時候會卡到自己的冰 或是遮擋到自己的村 我還是要看操作 結果論來說 還是最重要 有時候很多事情是 不看 不看過程只看結果的 好這邊歐金開始圍牆 那應該是要打一個革命流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最近圍牆圍得很漂亮 就是拉兩個 然後滴滴滴 拉兩個滴滴滴這樣子 用快速的讓村民從這裡移到這裡 這也是一個 手術的小小小挑戰嗎 這個 畢竟可以節省移動速度 尤其是這種要拼上時代的這種 特別是需要這種手術 跟瞬間快速移動的這種 打法吧 好這邊應該是 要準備來做一個快速的壓制了 但是產日武了 如果呢 西班牙沒有前置的話呢 有可能就是極限直升 或者是極限革命 那這邊產日武的話 可以有助於壓制 壓制對方啦 像是把房子拆掉 把TC拆掉都可以 通常 這種打法只怕就是 西班牙奴毛啦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因為已經6分40幾秒 還沒有奴毛出現 所以這邊就繼續很放心的 繼續出日武 來做一個 日武流快速壓制 日武流快速壓制 這邊看到圍牆 所以應該就有點想法了 好 我們看歐金的配置是 五肉四木 剛剛木頭不用了 然後拉到石金去了 這邊自己再補一棟房子 稍微卡了一下人口 上時代發了 送了這個是四馬 然後發了民兵 但是堡壘還沒有來 這比較需要令人擔心 很有可能T車直接爆開 那這邊出毛馬也沒有用 這個就是圍牆的缺點 會整個牆爆開 馬上就被鋼掉了 這樣可能發雙砲可能有解 但也有可能 砲會直接被用火槍 或是日武直接換掉 這邊有牆喔 所以隔著不太好控 看 看能不能有 毛馬吧 這邊先集中火力 把日武點掉 呃 好像不行又來日武了 好這邊 藍掉瘋狂產日武 然後發兵卡 這是一個鳥居常見的流程 好這邊產狗 看能不能力往狂瀾 支援配置上來說 應該是不能上時代了 看這邊 卡要發什麼 這邊發了一個武村 之後發二砲 這個二砲位置很好 有機會 可以可以可以 二砲位置很好 有機會 然後用狗去把日武換掉 可以可以 有機會 這邊來的是五日攻 稍微lag了一下 這邊日攻還是往前貼 這邊 馬控的很漂亮 雖然殘血了 但是沒有被日武砍到 一個砲都換不掉了 拉爛 背影外就是成功耶 爛死 他們兩個講話 我聽得到 但是他們聽不到我講話 就可以放行 那這邊可以轉毛馬 然後其實 其實 藍掉經濟也可以上時代了 他差一些黃金而已 差一些黃金而已 那歐金這邊也可以考慮要不要繼續革命 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繼續革命 有雙砲可以 勉強當作那個 堡壘使用 勉強當作堡壘使用 勉強當作堡壘使用 好困喔 好像輸了耶 剛剛那樣打進去 其實沒有換到砲 也沒有把他 兩四隻馬都換掉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馬已經你看 殘血喔 這個用火槍點都點死了 而且兩個交易戰還在刷 所以歐金其實沒有缺經驗值 然後他的堡壘一樣先放下去 配方之日本 把每個地方都圍一遍就知道了 其實剛才掉去 你們看我都圍了嗎 想要去賭 賭他的那個 還是來不及 這個歐金太狂了 連自己的哨戰都低調 確實啦 堡壘比哨戰還要重要 然後這邊 清掉之後 有地基了 這被殺太多村了 為了剛剛這波 犧牲了不少 剛剛那波也是死了不少村 你可以看一下死了單位數 會吸了很多啊 欸 死掉的單位數是哪一個 看一下 Uni Lost 所以是UL 這個 我看一下兩邊 這邊死了 歐金只死了兩村 六民兵跟兩馬 然後這邊死了十一隻日武 跟死火槍 還有五 日光 你就知道 他馬其實 馬跟民兵那個組合 加上少戰跟 TC底下 確實有達到一個防守效果 然後再配合剛剛的二跑 效果非常的好 那這邊看一下這兩馬 可不可以造成什麼影響 但其實 可能不用出去跑 就是開一下視野 看對方要做什麼 殺村的話 可能一村都殺不到吧 可能就被打死了 欸 大坪的肉還不錯 所以肉感進來 肉竟然還都夠吃 或者點發了一千肉 可以再補一下上十代的速度 救我 救我 海根德 這邊 歐金發出無意義的吶喊 不知道是用意為和 因為沒有人救得了他 這個其實拉村民點幾下馬就死了 但其實也不用點 反正專心工作也是可以的 好 這邊日本上十代 選擇是幕府 可以用雙火箭推進 然後產暴力火槍 時間是十一分鐘 正常來說這個時間 歐金已經點下工業了 但是因為為了發這些 炮啊 堡壘跟食物卡 中間還被快攻一波 所以 要再隔一陣子 可能要等到十三村 這邊打一個春寶 那這樣對經濟來說 又有不無小補 可以更快上十代 雖遠必豬 這邊 在等喔 等升級老練火槍 然後這邊可能要發二炮 我們看一下船運 這邊要產那個火槍嗎 我們看個船運 好 這也是 我看歐金的船運有夠多 這就是什麼 兩個交易戰 加上殺掉對方 一大波軍隊的一個優勢 所以 四季它在防禦方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可以值得活用的一個機制 這樣同學應該都有上到一課 就是說 不是單純的快攻 防禦流也可以透過兌換經驗值 來做出一波更大的優勢 但是 能不能掌握這波優勢 就是要看你發卡的實機跟操作性 你進不來的啦 我這是銅牆鐵幣 那這邊銅牆鐵幣圍起來之後呢 就不好說 這邊不好說 不知道日本打不打進來 那你進來我也沒辦法啦 不過這邊已經點一下工業了 我感受到喔 那其實現在 現在的藍掉壓力有點大 因為革命那一波的傷害非常的強喔 雖然 雖然歐金的村不多 歐金的村不多 二十幾隻而已 但是革命出來的 那些 帝國馬 還是非常的不好處理喔 尤其是它等一下發工場 不要啦 牌子交易戰是無辜的 然後它這邊趕快拆交易戰喔 不然真的太誇張 那個經驗值 違背我的良心 經驗值一直滾 太傷了 太傷了 我們看到二金這邊還有一張卡 沒有發 可能會直接發工場 然後這邊集中支援在肉精上 然後這邊用這個 遠端火箭 隔牆拆這個牆 然後藍掉這邊 持續的再出火箭 然後可能會補一點馬出來 這邊馬 產量開始多出來之後 還沒有升級過 因為這邊沒有馬舊 然後這個地方 領事館換的是蒲弩 其實可以考慮等八百茶葉 就是你發三百茶葉之後 再用八百茶葉去換 有長重砲的蒲弩群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喔這邊用狗去換 但是 只換掉一台 效果還不錯 效果還行 因為用狗去換 用狗去換 那咬的掉 太扯了吧 這邊趕快再補牆 因為其實資源不夠革命 然後這個馬出去送 就有點可惜了 主要是因為要拉這個牆 要低這個牆多了 造成了一個 兩隻馬的損失了 然後村也死掉了 因為要湊那個黃金 所以趕快去往前面採 肉已經夠了 那就看這一波要怎麼處理 就準備要點革命了 我們看奧金又少了大概兩吋 少了 死了五吋 通常炮已經來了 那就只要等革命了 村民已經出來 他又不小心死了一隻 革命還差一點點喔 喔這邊 一口氣炮烘掉兩個 喔這邊 炮也烘掉這個 兩個英雄直接爆開 然後用火箭把這個防射炸掉了 但是這邊 革命點下去了 再來14分鐘30秒之後 革命點下去了 那這一波就是關鍵了 這一波就是關鍵了 革命了 好14分42秒 革命 把牆低掉之後 直接開推 藍掉打出了頭箱 GG 不行啊 前面沒有打下來太虧了 最近一直覺得被Rush很煩 所以就練牆了 沒有啊 那牆沒有什麼 我覺得 那三進技差很多啊 好 我們回來 我覺得是 是我的 沒有打到雙炮的位置 雙炮太可惜了 竟然沒有 連一台都沒拿掉 對 先講拿長弓 其實近戰也沒有什麼用 就碰不到啊 長弓的近戰傷害太低了 根本也打不死 你知道我已經圍一圈了嗎 但是還是沒辦法 圍一圈 我就一直在找 我就一直很緊張說 靠呀 你到底哪邊會放空 就 哎呀 路口你放空 路口你放空了 哇 怎麼辦 怎麼辦 從路口出來啊 好 好 他們好像要再來一場 很精彩 我經常試過1v2 玩家當然是輸啊 玩家當然是輸啊